大清某年,北地挨挨白雪,万里长堤风兵,宫墙深深,歌舞升平,后宫嘉丽们正沐浴更衣,准备迎接皇上的临幸,这本是宫中太监最喜闻乐见的景象,奈何洗澡这件如花似玉的差事,却是他们最不愿提起的往事,在中国古代封建社会,废嫔们享受着极尽奢华的沐浴体验,他们洗澡时,全程友人侍候,无需亲自动手, 伺候皇帝的女人洗澡,似乎是一种令人羡慕的任务,然而,实际上,太监们对这项工作却极为苦恼,尽管太监已失去了男性的生理特征,但从理论上来说,偷偷观察妃子们洗澡,似乎也挺好的,但他们却不愿意执行这一任务,这是为什么呢? 古代的后宫流淌着一种一彩分成的宫廷生活,其中妃子们的洗澡仪式更是一场享受的盛宴,这个过程不仅是一种身体的清洁,更是一种沐浴心灵的仪式,在这里,妃子们可以尽情享受这片属于他们的私密空间,全程无需自己动手,而那些为他们服务的太监们则苦不堪言, 太监们身负着独特的职责,他们被割去男子的本性,但仍保留着对美的欣赏和渴望在妃子们的身上,他们看到了无尽的美丽和魅力,但他们也深知这是一个禁忌的领域,因为妃子们只属于皇帝,任何人基于他们的美貌都是对皇权的挑战,太监们面临着巨大的压力和威胁,尽管他们对妃子们的身体了如指掌, 但一旦被发现有丝毫越轨之举,他们将付出生命的代价,皇帝作为权力的象征,不能容忍任何对他的后妃的侵犯,这也是为什么太监们不敢触碰这个禁区的原因,另外,太监们也有自己的悲哀,他们被阉割,失去了作为男人的权益,无法有自己的家庭和后代, 他们被迫在后宫生活,成为皇帝权力下的奴仆,虽然他们可以近距离欣赏妃子们的美丽,但他们明白自己永远无法拥有,因此,太监们宁愿忍受痛苦和折磨,也不敢触碰后宫的禁忌, 他们明白自己的生死掌握在皇帝手中,而违背规定只会带来无尽的苦难,他们选择默默地执行自己的职责, 无论是洗澡,侍奉还是保护,尽之尽责,只为了保护那属于皇帝的后宫世界在古代的宫廷,太监们肩负着众多的责任和任务,其中最令他们心生畏惧的,莫过于给妃子们洗澡。 尽管外人看来,这是一项令人艳羡的美差,但对太监们而言,却是一种折磨的经历,在这个充满权谋和宫廷纷争的世界中,太监们的存在处于一种特殊的境地, 他们被剥夺了男性的生理能力,成为了似男非男,似女非女的存在,只剩下外貌和男人的力气。 因此,他们并不被主子们视为真正的男人,而更像是无害的陪衬。 然而,太监们却比宫女们更能赢得主子们的欢心,主子们对太监并不畏惧,甚至不担心与他们传出绯闻,因为太监们已经失去了对女性的吸引力。 正因如此,太监成为了皇宫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无论是巡逻还是琐碎的杂物,都离不开他们的参与。 然而,在众多任务中,给妃子们洗澡却成为了太监们最为困扰的一项,根据最后一位太监孙耀廷在《自传》中的记载, 他曾伺候过端康皇贵太妃以及溥仪的婉容皇后等妃子在这些经历中,他深感给妃子们洗澡的艰辛和痛苦, 首先,太监在宫廷中地位低下,虽然他们可以接近皇帝、后妃等高级权贵, 但是他们自身的尴尬境地却无法摆脱作为被阉割的男人。 他们被剥夺了一切男人的自豪,常常会被其他宫廷官员看不起, 而伺候妃子洗澡又是一个常常被人取笑、嘲笑的工作,因此太监们不愿意回忆这段经历。 其次,可能造成太监心理创伤的原因还在于伺候妃子洗澡时所面临的矛盾。 在一方面,太监需要遵守对妃子的保密承诺,不能因为看到了妃子的裸露身体而产生情感或行为上的冲动,这是他们职责所在。 但是,另一方面,伺候妃子洗澡的过程中,太监还需要亲自接触到妃子的身体, 这导致他们的内心常常充满矛盾和焦虑。 此外,如果妃子并不配合,如不肯露出身体或在洗澡过程中把妆容搞脏等等,太监的工作就更加困难和尴尬了。 这种工作体验核心理负荷对于任何人都是非常压抑的,就算是太监也不例外。 总之,古代太监伺候妃嫔们沐浴洗澡的过程,虽然是为了维护后宫秩序和妃嫔们的真操安全, 但对于太监们来说,却是一项非常辛苦和折磨的工作。 他们需要低头伺候,不能抬头看,同时还要负责烧水、擦洗、按摩等一系列繁琐的工作,而且还要忍受身心上的痛苦。 这些太监们用自己的辛勤付出,维护了后宫的秩序和妃嫔们的健康,并为皇帝创造了一个安全和纯净的环境。 他们的工作是不可替代的,同时也是一种巨大的牺牲和痛苦。 在古代的封建社会中,妃嫔们的沐浴仪式固然是繁琐的,但太监们所承受的痛苦和压力更多作为太监。 他们已经失去了生育和性欲的能力,但仍然生活在后宫的纷争和欲望中,他们需要在妃嫔们的身边工作,同时还要对自己的欲望进行抑制和控制。 太监们不能有任何异仰举止。 要保持绝对的忍耐和平静,长期以来,太监们在后宫的工作中承受了巨大的身体和心理压力,甚至被迫放弃了自己的人性。 太监孙耀廷在自传中深情地描述了他作为皇后和贵妃的侍从时的苦涩经历。 他回忆起那段辛劳的岁月,其中最让他疲惫不堪的任务之一就是给妃子们洗澡。 在古代的宫廷中,洗澡是一项不可或缺的日常活动,而对于妃子们来说,享受温暖的沐浴是一种奢侈的享受。 然而,要实现这样的沐浴体验,却需要太监们承担繁重的热水不给任务。 孙耀廷回忆起那些日子,描述了烧水的艰辛,凌晨时分,他们就开始煮水,巨大的铜锅中燃起了熊熊烈火,太监们汗流加倍,不停地添加木柴,调整火势,以确保热水能源源不断地供应。 但这还只是个开始,一旦水烧开了,太监们需要小心翼翼地将滚烫的水倒入巨大的瓷玉桶中。 玉桶的底部铺满了细细的石子,以保持脚部的舒适,太监们纵身一跃,勇敢地面对热气腾腾的玉室,手持巨大的铜勺,将滚烫的水一次又一次地倒入玉桶。 他们的脸被蒸汽笼罩,汗水湿透了他们的衣衫,但他们毫不退缩。 孙耀廷回忆说,那时的浴室仿佛是一个魔幻的世界,热气弥漫,水气弥漫,伴随着太监们的呼吸声和努力地喘息,在那个黑暗而潮湿的空间里。 太监们像是被水汽包围的英勇战士,他们的目标只有一个,那就是将妃子们的浴室变成一个温暖而舒适的天堂。 每次为妃子们洗澡,对于太监们来说,是一场漫长而折磨人的过程,在古代的皇宫中,太监们是被命运束缚的人群,他们失去了自由和尊严,被迫承担着痛苦和压抑。 他们的存在,让人感到无尽的痛惜和同情,我们不仅能够看到太监们的痛苦,也应当思考自己所拥有的自由和尊严的珍贵。 我们应该铭记那些被命运所限制的人们,给予他们更多的理解和关怀。 太监们用自己的沉默和奉献书写了一段无声的历史,他们为皇室尽职尽责,承受着无法言喻的心理折磨。 他们是那些默默无闻的英雄,值得我们的敬意和怜悯,让我们在自由与尊严之中,思考那些被命运所束缚的人们,努力创造一个更加平等和尊重的社会。 让我们珍惜自己所拥有的权利和机会,同时也给予那些被剥夺的人们温暖和希望,在回顾太监们的故事之际,让我们成为一个关心他人,尊重他人的社会成员,只有通过我们的理解和关怀。 我们才能为那些被命运所束缚的人们,带来一丝光明和希望,让他们感受到人性的温暖和尊严的重要性。 好在随着社会的进步和价值观念的变迁,许多国家都废除掉了太监制度,并确立了法律和制度,保护人权和自由,不过我们在对待古代制度和时间时。 还是要保持客观和理性的态度,同时尊重历史和文化的多样性,其实,宛容作为清朝的最后一个皇后,也接受太监为其洗澡,即便对方看起来和新时代女性没有差别,但太监如果服侍不好的话,同样会遭到责骂。 而且清朝时,太监时任务最多的时候,不仅每天需要伺候妃子,还要伺候皇帝的衣食起居,所以,太监作为不太健全的男人,在宫廷中做着最累的工作,且没有一丝尊严。 总之,给妃子洗澡这件事情,虽然看起来很美,但其中的苦头,只有当事人最清楚。 他们不仅要面对职业上的挑战和考验,还要保护自己的形象和隐私。 。